是不是吓了一跳 以为这次我又要破坏你精心准备的惊喜了 放一百个心 对于你给我庆生的坚持不懈 我早在前几年就感受到了 所以只要不是天塌下来 我都会配合 但先说清楚啊 不是我都爱过生日 还是有个傻子 谁都希望我这一天能过得快乐又难忘 所以为了不让他失望 我本就打算无论今天他准备了什么 都照单全收 不过说实在的 领略了这个开放式生日定制后 我承认你确实有两把刷子 我想不惊喜都难 Jensen那么说 你能给我准备这么对我而惊喜 说明你已经被我潜移默化的童话了 但要我说 分明是在不知不觉中被你拿捏了 能有内到外这么了解我的人 就只有你一个 我说了这么多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没 你做的这一切 都让我很开心 或者说是因为身边有你 所以无论这一天 有没有什么特殊意义 都会如此 对了 既然寿星最大 那我要多提一个要求 你的那些其他可能性 我都要 既然都是你准备好的惊喜 那我就没有错过了道理 所以无论是篝火晚会 还是山顶的烛光晚餐 它们都会成为我们历史的一部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